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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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来到全日总结 身边的嘉宾是我们的事务总监博士志郭Sir 郭Sir 你好 先跟你跟进一下A股方面今天的表现 看到A股方面有足低回升的情况 结束了连续三日的跌势 看到在下午回来更加是法力上升 升了3%收市 挑战在3,800点这个水平 但依然都未能够触及 最高位今天最见过是3,792点 最新收报在3,789点 新淨城市方面更加升超过4% 收报12,823点 互心300指数同样升超过3% 收报在3,930点 看到A股回来似乎的势头不错 唯一我特别想和郭Sir说 是在下午回来之后 好像有些户盘追捕某些个别板块 以至大市的指数能够做好些 你自己有点看今天2点多打后的急升的势头 第一就是有少少户盘的资金 这个的确如是 如果没有户盘资金发力的话 怎可能是一个下午升百多点 但即使是这样 也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首先说明3,500、3,600 升上3,700、3,800 当然是有百多二百点的幅度 但相对三千多点的A股来说 只不过是几个百分比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惊喜 严格来说 由3,373点今个月9日的低位 去到上个星期五 即24日的高位4,184点 上证指数是反弹了811点 经过811点的反弹之后 高台有点整固消化是很正常的 但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国家队的确有维稳的买盘在 是监控着整个市场 不让它出现一些不理性的抛售 最多做到这样 不是一部人这样看 就是有维稳的资金入市 在国家队策动之下 股市又会再狂升 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首先来说大家要明白 整个升浪由5月8日的低位 4,099点 升到6月10日的高位5,100点 幅度是升了1,079点 相对4,099点来说 是升了26% 势头当然是硬正 不用说 但更重要的是成交金额 在这个路上升 每日的成交金额 大部分时间是2万亿以上 钱哪里呢 原来全部都是孖展 即是融资回来的 有部份是券商的融资 都是比较理性 但一些场外的散营基金提供的资金 其实就太不理性了 举个例子 100万的钱 你可以借500万 600万 700万 不买什么股票都可以 在那一刻上升当中 其实省户当然是开心 你借得越多钱给我 我就买得越多股票 我就赚得越快 赚得越多 这个是个个拍手掌的 至于一些散营基金的组合者 包括券商 银行 和讯货公司 亦都落于见到股市在大成交之下 不断上升 因为当时的两融余额 超过万亿计数 不用多 我只是分析一年都成一千亿 一千亿是天文数字 谁都想赚这些钱 最关键是哪裏 就是中证监也配合 一个人可以开二十个户口 明鼓励你炒 因为最后阿爷 因为认同声势 因为要靠股市上升 制造财富效应 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所以股市的上升 在各方面配合之下 是造就势头越升越有 而且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好 问题就是在高台回落 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 一个明显的回吐 这个所谓技术上的明显回吐 如果不跌得太深 便是续沉顶 但问题不是续沉顶的形态 相对来说第一个低位 去到4265点 定定有个反弹到4700 从那一刻再回头 就连4099点 5月8日的低位都插穿 熟悉图表的人都知道 一头双肩而脱底 情况是很麻烦的 况且在高台上成交的股份 是以十万亿计 在高台上 如果大家没有做孖展就还好 你做了孖展 也做到六成七成八成仓 两个停板已经输了 所以这一分钟 到现在 维稳的资金 可以断定A股的势头 但要拆展一个新的升浪 我看的情况 也不要太乐观 典型属于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 不过没有大升的格局 其中一个内地企业 就是救回A股的其中一个措施 就是不同的企业 就是回购自己的股份 其实这个背后 都有另一个隐忧 好像房企 内房方面 好像以恒大为例 在回购股份的背后 其实有更加大规模的企业 那边方面发行 他们利用发债 获得资金 去用来回购股份 其实衍生出的问题 就好像恶性循环 会不会在这方面 不同企业都有同样的情况 未来内地的企业方面 会不会有一个更加大的跌势 在营造中 大家要想想 回购股份有效益 起码股价可以稳定 但何为回购 企业本身的现金流量是比较强 就拿现在手上的现金 在市场上买回一些股份 而这些股份买回来就注销 是注销的了 等同流通的货币 或者流通的股份 或者发行的股份 经过你一个回购之后 是少了的了 从好那边说 你扣了一千万股 你真是发行少一千万 赚到的钱 就分少一千万份 这个是好成正比的 不过这样 你收上 有些部分的现金 亦都因为回购当中 是耗选了的了 如果是负债少 或者没有负债 大把现金在售 要么就派给股东 大家快乐 或者在市场上 进行一个回购 可以稳定股价之余 亦都可以提升 每一股派息的比率 市场一般的看法 都是比较正面 但如果你说负债很重 好像恒大那样 负债的比率 已经超过300% 减债都来不及 还要不断买东西 现在还要去回购 债务承担就越来越重 那好 卖楼买得好 或者卖楼买得快 现金回笼套现得快 问题便不大 但是现在这一分钟 A股出现下跌之后 有部分人 存了钱去买的那些 可能现在 已经没钱去给首期 怎买呢 有些小楼换大楼 希望加少少钱 改善住的环境 但是股票走一转 想着赚的 怎知输了 那你还怎么换楼 即是说 楼价未必会跌得很多 因为股市既然跌了 中央政府更加关注楼价的稳定性 但并不代表 你卖楼会卖得快 我承认光性需求很大 但是如果你说 自己的楼盘是一二线城市 问题便不大 因为城区的光性需求很大 而且没什么漂亮的楼 也没什么地 但是你去到三线城市 情况便有少少变化了 第一 价格不会高企 第二 其实量供应还是比较多 去到四线或者五线城市 情况更加差 因为第一 当地的人均收入是比较少 但是很多发展商由于 在一线城市买不到地 或者没有足够资金 去一些漂亮的地域发展 唯有买四线或者五线城市 所以只要地便宜 地便宜 至哪有得做 好 你做起我又做起 明明十个人住的数目 就做 30 间出来 那谁去买購 今上消化不到 所以很多人说 四五线城市楼盘 汽轨城 是没人住的 的确如是 所以對內房股來說 其實不是完全正面 雖然中央可能有政策繼續維穩樓市 但如果發展商在四五線城市 發展的樓盤比較多 這隻內房股大家就要保守 至於恆大的負債比率已經300% 早前還要去買地 曾經試過集國資利 即是去買地 維持高負債 最近有一些名下的業務 可能是分拆出來 在創業板上市 這是可以提升到集團的現金流 但問題是分拆出來的東西是小的 幫助真的不是那麼大 好像最近不斷回購 一直在豪選公司的現金流 問題不是真的大把賤金 是發債借回來 借錢回來買股票來註銷 你的債務不斷上升 一高企的情況就比較麻煩 所以對恆大的推介 我一直以來都相當保守 謝謝郭Sir 跟進了內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看看港股 跟進了內地股市 未製造好 港股方面 下午回來2點過後 升幅曾經一度擴大 升超過100點 今天來講 升了在115點收市 收報在24,619點 期指升139點 收報24,611點 低水8點 成交兩方面55,000多張 帶子成交又稍微縮下去了 859億多 國企指數升100點 最新收報在11273點 這段時間差不多 謝謝郭Sir 替你做回申報 提及各個指數 相關資產有沒有哪製持有 沒有的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 小博士 寶貝 寶貝 小博士 寶貝